吉隆电击宫今天举行公祝开张圣王1367年圣诞庆典 电击宫结合其他宫庙的游行绕境队伍 下午热闹地经过市政府旁 副市长邱佩玲也亲自到路口等候迎接 并一一跟参与绕境的人员说辛苦了 副市长邱佩玲说他从小就很喜欢看庙会绕境与各式阵头 这次也听庙方人员说他的父亲邱创幻亲自到过电击宫两次 也让他再次回忆起父亲的身影与点点滴滴 副市长邱佩玲也代表市长谢国良 参加电击宫开张圣王的三线祭典祝寺仪式 在开张圣王圣诞千秋这个特别的日子 副市长邱佩玲也祈求开张圣王能够继续庇佑者市民大众 在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好 谢谢大家